第十九回草里蛇罗打讲竹山李平儿请赶西门庆施约 人迷不有出 享君能终之 别来历年岁 就恩何可期 崇心而忘顾 君子所游击 既身虽在远 启望君须于 既后不为薄 享君实见思 话说西门庆起盖花园卷棚 约有半年光阴 装修油漆完备 前后焕然一新 庆房的整吃了数日酒 据不在话下 一日 八月初旬 与夏提行做生日 在新买庄上摆酒 叫了四个唱的 一起乐功 杂耍布戏 西门庆从四排十 分 就骑马去了 吴月娘在家 整治了九窑戏果 约同李娇儿 孟玉楼 孙雪娥 大姐 潘金莲众人 开了新花园门游赏 里面花木亭台 一望无际 端地好座花园 但见 正面站五高 周围二十板 当先一座门楼 四下几间台卸 甲山珍水 翠竹苍松 高而不坚未知台 威而不俊未知谢 四十赏丸 各有风光 春赏燕游堂 桃李征年 夏赏临溪馆 和莲窦彩 秋赏蝶翠楼 黄菊书金 东赏藏春阁 白梅横玉 更有纳椒花龙浅镜 方树鸭雕兰 弄 风羊柳纵鹅眉 带鱼海棠陪嫩脸 燕游堂浅 灯光花四开不开 藏春阁后 白银杏半放不放 湖山策财占金钱 宝剑边出生石笋 翩翩紫燕川莲木 莉莉黄英度翠英 也有纳月窗雪洞 也有纳水阁风亭 木香蓬与图弥架相连 千叶桃与三春柳作对 松墙逐境 驱水方池 应皆交宗 向日魁流 由雨枣内惊人 粉蝶花间队伍 正是 勺要展开菩萨面 立之情出鬼王头 当下吴月娘领着众妇人 或携手游方静之中 或豆草作香音之上 一个林轩对景 细匠 红豆至金林 一个福建观花 笑把罗丸精粉蝶 月娘于是走在一个最高亭子上 名幻沃云亭 和梦玉楼 李娇儿下棋 潘金莲和西门大姐 孙雪娥都在玩花楼望下观看 见楼前牡丹花盼 韶药谱 海棠轩 墙威架 木香棚 又有奈寒君子竹 七雪大夫松 端帝四时有不屑之花 八节有长春之景 观之不足 看之有余 不亦时摆上久来 吴月娘居上 李娇儿对席 两边孟玉楼 孙雪娥 潘金莲 西门大姐 各依序而坐 月娘道 我忘了请姐夫来坐坐 一面时小玉 前边快请姑夫来 不亦时 静寂来道 头上天青罗帽 身穿紫灵身衣 脚下粉头造靴 向前作衣 就在大姐跟前坐下 船杯换盏 吃了一回酒 吴月娘还与李娇儿 西门大姐下棋 孙雪娥与孟玉楼却上楼观看 唯有金莲 且在山子前花池边 用白沙团扇铺蝶为戏 不妨静忌悄悄在她背后戏说道 吴娘 你不会扑蝴蝶儿 等我替你扑 这蝴蝶儿呼上呼下心不定 有些走滚 那金莲扭回坟井 邪丑了她一眼 骂道 贼短命 人 听着 你带死也 我晓得你也不要命了 那静寂笑嘻嘻扑进她身来 搂她亲嘴 被妇人顺手指一推 把小伙儿推了一跤 却不想御楼在玩花楼远远瞧见 叫道 吴姐 你走这里来 我和你说话 金莲方才撇了禁忌 上楼去了 原来两个蝴蝶道没曾捉得住 道定了燕约英妻 则做了风须花嘴 正是 狂风浪蝶有时见 飞入梨花没寻处 竟寄见妇人去了 默默归房 心中样样不乐 口战折贵另一词 已浅其闷 我见她携带花枝 朱唇上 不抹烟枝 似抹烟枝 前日相逢 似有私情 未见私情 欲见许 何曾见许 似推辞 本事不推辞 约在何时 会在何时 不相逢 她又相思 既相逢 我又相思 且不说吴月娘等在花园中饮酒 单表西门庆从门外下提醒庄子上吃了酒回家 打南瓦子向里透过 平夕在三街两巷行走 岛子们都认得宋十位之岛子 金石俗乎为光棍 内中有两个 一名草里蛇鲁华 一名过街蜀张胜 长寿西门庆资助 乃姬妾狗道之徒 西门庆见他两个在那里耍钱 就勒住马 上前说话 二人连忙走到跟前 打个半跪道 大官人 这咱晚往那里去来 西门庆道 今日是提醒所下老爹生日 门外庄上请我们吃了酒来 我有一春式央烦你们 依我不依 二人道 大官人没得说 小人平息受恩甚多 如有使令 虽赴汤蹈火 万死何辞 西门庆道 既是嫩说 明日来我家 我有话吩咐你 二人道 那里等得到明日 你老人家说 与小人罢 端帝有什么事 西门庆赴耳低言 便把蒋竹山要了 礼平而知 是说了一遍 只要你弟兄 二人替我出这口气而变了 因在马上楼起一底顺带中 还有四五两岁银子 都道 与二人 便道 你两个拿去打酒吃 只要替我干的停荡 还谢你二人 鲁华那里肯接 说道 小人受你老人家恩还少礼 我只道叫俺两个往东洋 大海里拔苍龙头上脚 西华越山中取蒙湖口中衙 便去不得 这些小知事 有何难栽 这个银两 小人断不敢领 西门庆道 你不收 我也不殃及你了 叫戴安接了银子 打马就走 又被张 圣兰柱说 鲁华 你不知他老人家姓儿 你不收 恰似咱美推脱的一般 一面接了银子 扒到地下磕了头 说道 你老人家只顾家里坐着 不消两日 管秦吻寿日寿日 教你笑一声 张圣道 指望大官人到明日 把小人送与提醒下 老爹那里答应 就够了小人了 西门庆道 这个不打紧 后来西门庆果然把张圣送在守备府做了个亲随 此戏后事 表过不提 那两个倒子 得了银子 依旧耍钱去了 西门庆骑马来家 以示日息 时分 月娘等众人 听见他进门 都往后边去了 只有金莲在卷棚内看收家活 西门庆不往后边去 进到花园里来 见妇人在亭子上收家活 便问 我不在 你在这里做什么来 金莲笑道 俺们今日和大姐姐开门看了看 谁知你来得嫩早 西门庆道 今日下大人费心 庄子上叫了四个唱的 只请了五位客道 我恐怕路远 来得早 妇人与他脱了衣裳 因说道 你没酒 叫丫头看酒来你吃 西门庆吩咐春梅 把别的菜书都收下去 吃 留下几叠细果子 而 筛一壶葡萄酒来我吃 坐在上面椅子上 因看见妇人上穿沉香色 水尾罗对金山耳 五色皱纱梅子 下着白脸光卷挑线群耳 群边大红段子白绫高低邪耳 头上银丝标笛记 金香分心脆眉垫耳 云并沾着许多花脆 月显得红腹腹朱唇 白腻腻粉脸 不觉银心折起 掺着他两只手耳 搂抱在一处亲嘴 不一时 春梅筛上酒来 两个一地一口耳饮酒扎舌 妇人一面抠起裙子 坐在身上 勤酒补在他口里 然后先手粘了一个仙莲棚子 与他吃 西门庆道 色辣辣的 吃他做甚么 妇人道 我的耳 你就掉了造化了 娘手里拿的东西而你不吃 又口中擒了一粒仙和桃人耳 送与他 才罢了 西门庆又要玩弄妇人的凶辱 妇人一面摊开罗山 露出美玉无瑕 相夫妇的苏兄 紧舅舅的香辱 揣摩良久 用口是之 彼此调笑 取尽于非 西门庆呈着欢喜 向妇人道 我有一件事告诉你 到明日 教你笑一声 你到蒋太医开了生药铺 到明日管情教他脸上开果子铺来 妇人便问怎么缘故 西门庆熙把今日门外撞玉鲁 张二人之事 告诉了一遍 妇人笑道 你这个众生 到明日不知做多少罪业 又问 这蒋太医 不是常来咱家看病的吗 我见他且是千功 见了人把头只低着 可怜见儿的 你这等做做他 西门庆道 你看不出他 你说他低着头儿 他专一看你的脚里 妇人道 汗鞋的油嘴 他可可看人家老婆的脚 我不信 他一个文末人儿 也干这个饮生 西门庆道 你看他迎面儿 就误了勾当 但爱外装老城内藏奸诈 两个说笑了一回 不吃酒了 收拾了家伙 归房素歇 不在话下 却说李平儿 招坠了蒋竹山 月亮月光景 初始蒋竹山 图妇人喜欢 修合了些戏药 买了些景东人士 美女想撕套之类 实指望打动妇人 不想妇人在西门庆手里 狂风奏语经过的 往往干事不趁其意 见生憎恶 反被妇人把银器之物 都用十杂的稀碎丢掉了 又说 你本瞎善 腰里无力 平白买将这行货子来戏弄老娘 把你当块肉饵 原来是个中看不中 吃辣枪头 死亡吧 常被妇人半夜三更赶到前边铺子里睡 于是一心只想西门庆 不许她进房 每日耳机锅着算账 查算本钱 这竹山正受了一肚气 走在铺子小柜里坐的 只见两个人进来 吃得浪浪呛呛 愣愣睁睁 走在凳子上坐下 先是一个问道 你这铺中有狗黄没有 竹山笑道 休要作戏 只有牛黄 那有狗黄 又问 没有狗黄 你有冰灰也罢 拿来我瞧 我要买你几两 竹山道 生药型只有冰片 是南海波斯国地道 出的 那讨冰灰来 那一个说道 你休问他 梁他才开了几日铺子 那里有这两春药材 只与他说正经话吧 讲二哥 你休推睡里梦里 你三年前死了娘子儿 问这位鲁大哥借的那三十两银子 本利也该许多 今日问你要来了 俺们才进门就先问你要 你在人家招坠了 出开了这个铺子 恐怕丧了你行止 显得俺们没阴智了 故此先把几句风话来教你认犯 你不认犯 他这银子你少不得还他 竹山听了 下了个力争说道 我并没有借他什么银子 那人道 你没借银 却问你讨 自古苍蝇不钻那没缝的蛋 快修说此话 竹山道 我不知阁下姓甚名谁 素不相识 如何来问我要银子 那人道 讲二哥 你就差了 自古于关不平 赖债不付 想着你当初不得地时 串铃耳卖高药 也亏了这位鲁大哥扶持 你今日就到这田地来 这个人道 我便姓鲁 叫做鲁华 你某年借了我三十两银子 发送七小 本力该我四十八两 少不得还我 竹山荒道 我那里借你银子来 就借你 银子 也有文书宝人 张胜道 我张胜就是宝人 音像秀中取出文书 与他照了照 把竹山气的脸蜡茶也四黄了 骂道 好杀才狗男女 你是那里岛子 走来吓诈我 鲁华听了 心中大怒 隔着小桂 搜得一拳去 早飞到竹山面门上 就把鼻子打歪在半边 一面把架上药材撒了一阶 竹山大骂 好贼岛子 你如何来抢夺我货物 音叫天福尔来帮助 被鲁华一脚踢过一边 那里再赶上前 张胜把竹山拖出小桂来 拦住鲁华手 劝道 鲁 大哥 你多日子也担待了 再宽他两日而 教他凑过与你便了 蒋二哥 你怎么说 竹山道 我几时借他银子来 就是问你借的 也等慢慢好讲 如何这等仨也 张胜道 蒋二哥 你这回吃了橄榄灰尔回过未来了 你若好好早这般 我叫鲁大哥 饶让你些力前而 你便两三线凑了还他 才是话 你如何把硬化二不认 莫不人家就不问你要吧 那竹山听了道 弃杀我 我和他见官去 谁借他什么钱来 张胜道 你又吃了早酒了 不 提防鲁华又是一拳 仰巴叉跌了一跤 险不倒栽入羊沟里 江发散开 金泽都污浊了 竹山大叫青天白日起来 被保甲上来 嘟一条绳子拴了 李平尔在房中听见外边人嚷 走来连下听去 见地方拴的竹山去了 气得各力争 使出逢妈妈来 把牌面幌子都收了 街上药材 被人抢了许多 一面关闭了门户 家中做的 早有人把这件事报 与西门庆之道 吉差人吩咐地方 明日早解题行愿 这里又拿帖子 对下大人说了 次日早 带上人来 下题 行声听 看了地方成状 叫上竹山去 问道 你是蒋文慧 如何借了鲁华银子不还 反行回答他 慎情可恶 竹山道 小人通不认的此人 并没借他银子 小人以礼分说 他反不容 乱行踢打 把小人货物都抢了 下题行便叫鲁华 你怎么说 鲁华道 他原借小的银两 发送丧七 至今三年 言哀不还 小的今日打听他在人家招坠 做了大买卖 问他礼讨 他道百般辱骂小的 说小的抢夺他的货物 见有他借银子的文书在此 这张圣就 是宝人 望爷查情 一面怀中取出文器 递上去 下题行展开观看 写道 历届票人讲文会 戏本献医生 为阴七丧 无钱发送 平保人张胜 借道鲁华名下白银三十两 阅历三分 入手用度 约至次年 本力交还 不至少欠 恐后无凭 立此借票存照 下题行看了 拍案大怒道 可又来 见有保人 借票 还这等底赖 看这丝咬文嚼字模样 就像个赖债的 贺令左右 选大板 拿下去着实打 当下三 四个人 不由分说 托翻竹山在 地 痛则三十大板 打得皮开肉战 鲜血淋漓 一面差两个工人 拿着白牌 压奖竹山到家 处三十两银子 交还鲁华 不然 带回衙门收监 那奖竹山打得 两腿腊八爪 走到家 哭哭啼啼 挨告李平儿 问他要银子 还于鲁华 又被妇人 会在脸上 骂道 没修得忘吧 你帝什么银子 在我手里 问我要银子 我早知你这旺八 砍了头是个债春 就瞎了眼 也不嫁你这中 看不中吃的旺八 那四个人听见屋里 嚷骂 不住催逼叫道 讲文会 既没银子 不消之 管挨迟了 趁早到衙门 回话去吧 竹山一面 出来安抚了工人 又去里边 挨告妇人 直觉而跪在地上 哭哭啼啼说道 你只当基因智 四山五社 摘佛不失这三十两银子吧 不与这一回去 我这烂屁股上 怎经的拷打 就是死罢了 妇人不得已拿出 三十两雪花银子 与他 当官交于鲁华 扯碎了文书 方才完事 这鲁华 张胜得了三十两银子 进到西门庆家回话 西门庆留在卷棚下 管带二人酒饭 把前世告诉了一遍 西门庆满心大喜说 二位出 聊我这口气 足够了 鲁华把三十两银子交于西门庆 西门庆那里肯收 你二人收去 买壶酒吃 就是我愁谢你了 后头还有事相反 二人临起身谢了又谢 拿着银子 自行耍钱去了 正是 长江压善七两亿 全坐游云 歹代雨昕 却说蒋竹山提行愿交了银子 归到家中 妇人那里容他住 说道 只当奴害了汉病 把这三十两银子问你讨了要吃了 你趁早与我搬出去吧 再迟些时 连我这两间房子 尚且不够你还人 这蒋竹山之 之存身不住 哭哭啼啼 忍着两腿疼 自去另寻房儿 但是妇人本钱制的货物都留下 把他原旧的药材 要碾 要筛 要香织物 及时催他搬去 两个就开交了 临出门 妇人还使逢妈妈咬了一盆水 赶着泼去 说道 喜得冤家里眼睛 当日打发了竹山出门 这妇人一心只想着西门庆 又打听得他家中没事 心中甚是懊悔 每日茶饭拥餐 峨眉懒话 把门耳已变 眼耳望穿 白盼不见一个人而来 正是 枕上岩游在 于金恩爱伦 房中人 不见 无语自销魂 不说妇人思想西门庆 单表一日戴安起码打门手经过 看见妇人大门关着 药铺不开 静落落的 归来告诉与西门庆 西门庆道 想必那矮旺八打中了 在屋里睡里 会胜也得半个月初不来做买卖 遂把这事情丢下了 一日 八月十五日 吴月娘生日 家中有许多堂客来 在大厅上坐 西门庆音与月娘不说话 一进来院中李贵姐家坐的 吩咐待安 早回马去吧 晚上来接我 悬腰了英伯爵 谢西大来打双路 那日贵清 也在家 姐妹两个陪侍劝酒 两酒 都出来院子内投壶耍子 戴安约至日昔时分 勒马来接 西门庆正在后边出宫 见了戴安问 家中无事 戴安道 家中没事 大厅上堂客都散了 只有大镜子与姑奶奶众人 大娘腰的后边去了 今日狮子接花二娘那里 使了老冯与大娘送生日礼来 四盘羹果 两盘瘦桃面 一匹尺头 又与大娘做了一双鞋 大娘与了老冯一钱银子 说爹不在家了 也没曾请去 西门庆音见戴安脸红红的 便问 你那里吃酒 来 戴安道 刚才二娘使逢妈妈叫了小的去 与小的酒吃 我说不吃酒 强说着叫小的吃了两钟 就脸红起来 如今二娘到会过来 对着小的好不哭理 前日我告爹说 爹还不信 从那日提醒所出来 就把蒋太医打发去了 二娘甚是懊悔 一心还要嫁爹 比就瘦了好些儿 央极小的好歹请爹过去 讨爹事下 爹若吐了口儿 还叫小的回他一声 西门庆道 贼见淫妇 既嫁汉子去罢了 又来缠我怎的 既是如此 我也不得嫌去 你对他说 什么 下茶下礼 捡个好日子 抬了那淫妇来罢 戴安道 小的知道了 他那里还等着小的去回他话里 交平安 话童儿这里伺候爹就是了 西门庆道 你去 我知道了 这戴安出了院门 一直走到李平儿那里 回了妇人话 妇人满心欢喜 说道 好哥哥 今日多累你对爹说 成就了此事 于是亲自下厨整理蔬菜 管戴戴安 说道 你二娘这里没人 明日好歹你来帮福天福尔 着人搬家货过去 次日雇了五六富康 整台运四五日 西门庆 也不对吴月娘说 都堆在新盖的玩花楼上 择了八月二十日 一顶大轿 一匹段子红 四对灯笼 派定戴安 平安 话童 来兴四个跟轿 约后赏十分 方娶妇人过门 妇人打发两个丫鬟 叫冯妈妈领着先来了 等得回去 方才上轿 把房子交与冯妈妈 天福尔看守 西门庆那日不往那里去 在家新卷棚内 身衣服金坐的 单等妇人进门 妇人轿子落在大门首 半日没个人出去迎接 孟玉楼走来上房 对月娘说 姐姐 你是家主 如今她已是在 门首 你不去迎接迎接儿 惹得她爹不怪 她爹在卷棚内坐着 轿子在门首这一日了 没个人出去 怎么好进来的 这吴月娘欲带出去接她 心中脑 又不下气 欲带不出去 又怕西门庆性子不是好的 沉吟了半赏 于是轻一连步 款簇箱群 出来迎接 妇人抱着宝瓶 竟往她那边新房去了 迎春 秀春两个丫鬟 又早在房中铺陈停荡 单等西门庆晚西进房 不想西门庆正因就脑在心 不进她房去 到次日 叫她出来后边月娘房里见面 分歧大小 排行她是六娘 一般三日百大酒席 请堂客会亲吃酒 只是不往她房里去 头一日晚西 先在潘金莲房中 金莲道 她是个新人儿 才来透一日 你就空了她房 西门庆道 你不知淫妇有些严离火 等我奈何她两日 慢慢的进去 到了三日 打发唐客散了 西门庆又不进她房中 往后边梦玉楼房里歇去了 这妇人见汉子一连三夜不进她房来 到半夜打发两个丫鬟睡了 饱哭了一场 可怜走到床上 用脚带吊紧悬梁自艺 正是 连礼未携冤 仗底 冤魂仙道九重泉 两个丫鬟睡了一觉醒来 见灯光昏暗 起来梯灯 猛见床上妇人吊着 吓慌了手脚 忙走出隔壁叫春梅说 俺娘上吊礼 慌得金莲起来这边看似 见妇人穿一身大红衣上 直咄咄吊在床上 连忙和春梅把脚带割断 解救下来 过了半日 吐了一口清闲 方才苏醒 急叫春梅 后边快请你爹来 西门庆正在御楼房中吃酒 还未睡礼 先是御楼劝西门庆说道 你取将他来 一连三日不往他房里去 惹他心中不恼吗 恰似俺们把这春事放在头里一般 头上墨下 就让不得这一夜耳 西门庆道 带过三日耳我去 你不知道 淫妇有些吃着碗里 看着锅里 想起来你脑不过我 未曾你汉子死了 香蕉到如今 什么话而没告诉我 临了招进蒋太医去 我不如纳斯 今日却怎的又寻将我来 御楼道 你脑的是 他也吃人片了 正说话间 呼一片声打一门 御楼使兰香问 说是春梅来请爹 六娘在房里上吊礼 慌得御楼窜躲西门庆不迭 便道 我说叫你进 他房中走走 你不依 只当弄出事来 于是打着灯笼 走来前边看事 落后吴月娘 礼娇儿听见 嘟起来 到他房中 见金莲搂着他做的 说道 吴姐 你惯了他些江汤儿没有 金莲道 我就下来时 就惯了些了 那妇人只顾喉中哽咽了一回 方哭出声 月娘众人一块石头才落地 好好安抚他睡下 各闺些西 次日 赏午前后 李平儿才吃些粥汤儿 西门庆向李娇儿众人说道 你们修信那淫妇装死下人 我手里放不过他 到晚西等 我到房里去 轻看着他上个吊儿我瞧 不然吃我一顿好马鞭子 贼淫妇 不知把我当水利 众人见他这般说 都替李平儿捏着把汗 到晚西 见西门庆袖着马鞭子 进他房去了 御楼 今年吩咐春梅把门关了 不许一个人来 都立在脚门手耳外悄悄听着 且说西门庆见他睡在床上 到着身子哭泣 他进去不起身 心中就有几分不悦 先把两个丫头都赶去空房里住了 西门庆走来椅子上坐下 指着妇人骂道 淫妇 你既然亏心 何销来我家上 掉 你跟着那矮望疤过去便了 谁请你来 我又不曾把人坑了 你什么缘故 留那毛病尿怎的 我自来不曾见人上吊 我今日看着你上个吊儿我瞧 于是拿一条绳子丢在他面前 叫妇人上吊 那妇人想起蒋竹山说 西门庆是打老婆的班头 蒋妇女的领袖 思量我那是李慧气 今日大睁眼又撞入火坑里来了 月发烦恼痛哭起来 这西门庆心中大怒 教他下床来脱了衣上跪着 妇人只顾颜挨不脱 被西门庆托翻在床地平上 袖中取出鞭子来抽了几鞭子 妇人方才脱去上下衣上 站晶晶跪在地平上 西门庆坐着 从头至为问妇人 我那等对你说 教你略等等儿 我家中有些事儿 如何不依我 慌忙就嫁了蒋太医纳斯 你嫁了别人 我倒也不恼 那矮忘吧有什么起戒 你把他倒塌进门去 拿本钱与他开铺子 在我眼皮子跟前 要称我的买卖 妇人道 奴不说的回也是迟了 只因你移去了不见来 朝思暮想 奴想的心邪了 后边瞧黄青花园里常有狐狸 要便半夜三更假明托姓便做你 来设我精髓 到天明鸡叫就去了 你不信只要问老冯 两个丫头便知 后来看看把奴射得致死 才请这蒋太医来看 奴就像吊在驱壶盆内一般 吃那丝局骗了 说你家中有事 上东京去了 奴不得已才干下这条路 谁知这丝着了头是个债春 被人打上门来 惊动官府 奴忍气吞声 丢了几两银子 吃奴及时撵出去了 西门庆道 说你叫他写状子 告我收着你许多东西 你如何今日也到我家来了 妇人道 你可是没得说 奴那里有这话 就把奴身子烂化了 西门庆道 就算有 我也不怕 你说你有钱 快转换汉子 我手里容你不得 我时对你说吧 前者打太医那两个人 是如此这般使的手段 只略施小记 叫纳斯挤走无门 若稍用机关 也要连你挂了道关 弄倒一个田地 妇人道 奴知道是你使的树尔 还是可怜贱奴 若弄到那无人烟之处 就是死罢了 看看说的西门庆怒气消下些来了 又问道 淫妇你过来 我问你 我比蒋太医那斯水墙 妇人道 他拿什么来比你 你是个天 他 是快砖 你在三十三天之上 他在九十九地之下 修说你这等为人上之人 执你每日吃用稀奇之物 他再是几百年还没曾看见理 他拿什么来比你 莫要说他 就是花子须在日 若是比得上你时 奴也不嫩斑贪你了 你就是医奴的要一般 一经你手 教奴没日没夜 只是想你 自这一句话 把西门庆旧情都起 欢喜无尽 即丢了鞭子 用手把妇人拉将起来 穿上衣上 搂在怀里 说道 我的耳 你说的是 果然这丝他见什么叠耳天来大 急叫春眉 快放桌耳 后边取韭菜耳来 正是 东边日出西边雨 道是无情却有情 有诗为正 碧玉破瓜石 狼为情颠倒 赶军不休难 回身就狼暴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